一般来说,下意识是不容易控制的,因此比较容易造业。 请问师父,佛菩萨是否会有下意识? 人身上的下意识是根据什么而存在的? 持戒是否是控制下意识最清楚的一个方法? 你说的下意识,就是不是下一辈子,是意识的下意识。 实际上,人的下意识就是在你的上意识的指导之下而造成的下意识。 什么叫上意识呢? 上意识就是说,我天天做这个事情,我已经习惯了。 我天天脑子里想这个事情,我认为它是对的。 所以我才会下意识的习惯的去做这个事情。 你天天在人间做这个事情,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, 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,你会下意识的就去想这些问题,做这些问题。 所以归根结底,下意识也是由你的思维所产生的果报。 明白了吗? 明白。 感恩师父,慈悲开示。 其实让我们集成了一段时间。